有韩国军事博主爆料韩国购买的F35战机 每一次启动都需要美军提供密码才能使用 真的是这样吗?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当今现代战争模式下 隐身战机被视作是现代空军最顶尖的制空机型 具有非凡的战斗力以及制空权夺取能力 对于非隐身战机更可以实现无差别吊打 也正是因为隐身战机性能如此强大 故而也被各国空军视作全力发展的顶尖型号 有一定航空业基础的军事大国 卯足劲全力自研自造隐身战机 没基础的小国就算一掷千金 也要从大国那里买来隐身战机武装自己增强实力 比方说邻居韩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韩国为了增强自身空军实力 不惜斥巨资 前后花费80亿美元 从美国购置F-35隐身战机 但目前却传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 韩国采购的F-35隐身战机 遭到了美国的后台加密程序锁定 每次F-35起飞之前 都需要经过美国人的允许 发送密码远程遥控解锁 着实是惊掉了人的下巴 日前有韩国知名军事博主 军事杂志作者撰写文章透露 韩国空军现役装备的F-35A隐身战机 长期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 不论是日常作训起飞 还是实际登机操作 都需要获得美国人的许可方可进行 此前韩军参谋长曾提出要登机参观 但却因未获美国人授权而无奈作罢 除此以外韩军这批F-35A隐身战机的 机载计算机内还被植入了后台控制系统 每次开机启动前会有一个锁定界面 解锁的16号数据链密码 只有美国人知晓掌握 并且该密码并非固定 而是实时变换的动态密码 每分钟都会刷新变化 换句话说 韩国空军哪怕是给F-35A隐身战机转场起飞 都必须得找美国人申报获得许可 索要到动态密码并输入之后方可执行 除此以外 由于韩日两国长期存在领土争端 以及历史问题导致的世仇矛盾 韩国空军并不想使用 设在日本名古屋的F-35升级围管中心 对现役的F-35A隐身战机进行维护升级 但韩国空军却并未因此获得 美国人的本土升级维护授权与技术支持 美国给出的解决办法是 让韩国空军自己把F-35A隐身战机 飞到距离韩国八千多公里外的澳大利亚去 在那里的F-35升级围管中心 进行对应的升级维护工作 名义上来说 韩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 同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 美国对于日本和澳大利亚 都给予了F-35隐身战机的 本土升级维护授权 以及相应的技术支持 却唯独不允许韩国这么做 这种明显区别对待的情况 在爆出之后 令韩国网友大为光火 在网络上质问美国 到底为什么要如此区别对待韩国 总的来说 韩国空军手中这批 在2020年4月接收 总数11架的F-35A隐身战机 不论是制空权还是升级维护权 都被美国牢牢捏在手里 除了飞行员还是韩国的以外 飞机从上到下 都受到美国的远程控制 这不单单是美国允许 并解锁后才能升空起飞的问题 而是美国一旦不想让韩国空军用 或是出了某种特殊变故故意使坏 美国的后门控制程序 可以通过远程指令遥控 在空中直接关停 F-35A隐身战机的基载计算机 以及所有子系统 此种情况下 除了时空坠毁 再无其他可能 当然了 至于这名军事博主所说的情况 虎哥觉得应该还是夸张了 F-35可以同时搭载 两种战术数据链 能够在公开隐秘等两个层面上 快速交流信息 联合作战 甚至导引武器 包括Link-16多功能先进数据链 和MADL隐秘通讯系统 这些数据链系统 密码不可能每天输一次 只有在更新时才需要密码 棒子在面对美国的时候 确实没有什么人权 不过要说买个F-35A 每次使用的时候 还要问美国要密码才能启动 这个就有些过于夸张了点 有可能是以讹传讹 真实情况搞不好就是 有人听说韩国F-35战机 早期系统数据更新 每一次都需要输入美军提供的密码 结果传成了每次使用 都需要美军提供密码 不过话说回来 哪怕真实情况没这么夸张 但是韩军目前完全没有自主权 却是个实实在在的现实 这样一想似乎F-35A到底 有没有每次启动 都需要美国方面给密码 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毕竟韩军的最高指挥者 就是美军自己 而目前韩国军方并未对此消息 做出任何公开回应 美国方面也没有任何的对应说法 后续结果如何 仍需一段时间来拭目以待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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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